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Hakta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重估盈于约4200万令吉 让我们来闲聊这一家比较 冷门一点的REIT 根据大马投皇N Invest 的股息年模 的那个模型DDM 维持着买入对于Hakta REIT 这个的买入评级 Fair Value供应价值保持不变 为美单位0.81 其中就包含4星ESG的Fair Value 意味着在2013年的分配收益率 大约为8% 跟他5年的中值是持平的 Hakta根据证券委员会的要求 对于他6项的投资物业中 每一项都进行年度的评估 因此Hakta REIT 确认了4200万令吉 净公平估值的收益 主要贡献就是 Makota Barrett 位于马六甲 还有Vetext Barrett 唯一呢 经历贬值的投资物业呢 就是Suban Barrett 这可能呢 是由于2022财政年第三季度呢 有两个非常主要的租户呢 退出了 尽管如此呢 Hakta REIT的投资物业的供应价值收益呢 不会影响大马投行的可分配收入和每单位的那个分配估计 与此同时呢 重新估值呢导致每 每单位的净资产从原本的1.19令吉呢 增加到1.27令吉 这也导致2022财政年的预计债务跟资产比率呢 从原本的46.1倍呢 改善至44.6倍 Hakta呢 目前呢 在2024年呢 整体的财报预估呢 市盈率为10倍 而它两年平均水平也就COVID-19大流行 18到19财政年呢 是15倍的 同时呢 跟3.8%的10年MGS收益率相比呢 2024年呢 9%的那个分配收益率呢 依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整体来说呢 Hakta这家REIT的公司呢 对于本人来说呢 算是蛮的 当然它也是在我的观望列表里面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